所以佛告诉我们 这个时候生死交关的时候 是人生最重要的关键时刻 关系到来生 脱生到哪一道 那韩关长往生的时候 有三十几位出家人互恋他 他从生病到往生 有出现几多类象 第一个就是 地藏经里面讲说 人在灵命中的时候 都会看到自己的家亲见属 然后瓦斯说这些家亲见属 都不是真正他的家亲见属 都是阎亲在主 他说韩关长没有这个现象 那跟这些出家人守护有关系 第二个 韩关长两次见到阿弥陀佛 一次见到莲慈海会 所以肯定往生净土 所以他视线给我们警惕 他的福报临终有这么多正性 如理如如法的照顾 这是他三十年来 父子正法的回报 老法是说我们回头想看看 总有一天这一天会来 我们自己没有这种福报 缘分怎么办 我们一生当中 我一的大事 不能不一先筹办 他说古往今来 有不少念佛人 为我们做了示范 为我们做了启示 临终没有病苦 不需要人照顾 一致十字 自在往生 这个是我们要去追求的 临终没有病苦 不需要人照顾 一致十字 自在往生 我们必须要走这条路 才靠得住 才保险 老法师挤两个人 一个是隐城回路里面的 地贤老法师的徒弟 郭洛将 不认识字 没听过经 什么都不会 地贤老法师只教他 一致一南无阿弥陀佛 他在乡下的小庙 练了三四年 成功了 一致十字 没有病苦 还往生以后 占了三天 等地贤老法师来办后事 地贤老法师赞叹说 你总算没有白出家 你这个样子 连许多大和尚 方丈助持 讲经说法的大法师 都比不上你 这是 郭洛将 就是向生死寿上 勇猛精进 讨个分晓 这是出家的例子 那在家里 拿瓦斯特别记 台湾的台北联友 练佛团的 李济法基斯的往生 他说他也是一个榜样 李济士一知十字 往生前在法会里 为大家恳切开示 讲完以后 跟大家执行 他说我要回家去 听众以为他累了 要回家休息 拿小头 他在连柳 练佛团的客厅沙发 坐着往生 以上两则实例 一位是出家的 一位是在家的 这个李济法基斯 拿法师在奖金 常常提到他 他们两个都做到了 我们要学习 我有用这种方法 才是真正的安全 不受人摆布 受人摆布 若言不殊胜 决定要招烂的 所以老法师说 明白这个道理 事实真相以后 先要想想 障碍我们是什么 把障碍拿掉 我们也能够生死自在 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是佛话里面讲的 所做一半 自己的应该做的事情 已经办妥 然后放心的 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自己的事 如果没有办妥 什么叫所做一半 烦恼已经断掉了 至少你要向阿罗汉 迫子 这叫所做一半